超级英雄变成上司是变得更强还是变得更弱 这是上司版的奇异博士 多说不说看特效就能明白 史诗级加强 上司博士能够召唤恶灵之力 此时的他不是一个人在争斗 甚至能与飞鸿女巫打个有来有回 要知道普通版博士面对女巫只有挨打的份 有人要问了飞鸿女巫是个什么水平 这么屌 这么跟你说吧 他会一回衣袖就能带着神奇四侠的老大 一拳 来到惊奇队长当场破防 那么上司版的女巫就更可怕了 一秒钟能掐断X教授的火炸 能力那是相当逆天 这次上司化的钢铁侠很明显削弱了 全身的战甲破破烂烂 貌似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功能 支撑上司钢铁侠的动能可能只剩下胸口的反应堆了 上司版钢铁侠属于是此时级削弱 这是上司版超人 要我说还是DC会玩 上司超人与超人是相生相克的 超人的嘴巴使用冰封突袭 那么上司超人的嘴巴就使用火焰突袭 超人的眼睛是热能射线 那上司超人的眼睛就是动能射线 不愧是我DC编剧啊 将眼睛与嘴巴的能力一调换 新角色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总体上来说 上司超人并没有加强或者削弱 纯属糊弄观众